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其实不是很常画自画像 可是有一次到英国 英国曾经展过60张林布兰特的自画像 林布兰特是荷兰在17世纪画自画像最有名的 他第一张自画像是23岁 最后一张是63岁去世前 就长达几十年四十年间 他大概画了200张的自画像 可是他最好的自画像 不是23岁那个漂亮意气风发的青春的自画像 而是老年以后大概50岁以后吧 他第一任太太死掉 第二任太太死掉 三个孩子都比他早死 然后破产 所以在他老年的时候 在最潦倒的时候 他常常在镜子里画满脸皱纹的自画像 那一次的画展给我很大的感动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自画像是在镜子里对自己的凝视 不是看 是凝视 看到自己更内在的自我 就是我到底是谁 这个地球上没有我跟有我差别在哪里 1981年我就去了美国接受阿尔华大学的访问 我年轻时候很受那个文艺多的影响 他的死水红竹 那个大概在现代史里面 给我最大感染的就是文艺多 其实我后来在阿尔华的时候 我就碰到丁岭 然后我就一一地问他所有这些人 胡也平 曲秋白 因为都是跟他在身边的人 然后他就觉得我简直像活在梦想当中 他觉得你怎么会想这些人 他说 有时我跟丁岭到芝加哥的那个Sears Tower 然后在一个酒廊里面 其实我就突然觉得好有趣 因为我读过他的沙菲女士日记 我知道她当年是多么革命的一个 多么前卫的一个女性 然后她坐在那边 所有人都侧目以示 因为她满头百发 然后就是一个中国农村老太太的样子 坐在那个 然后旁边围着胡皮的那种 女人抽着烟的 丁岭忽然跟我说 蒋熙你知道我以前在上海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好震动 其实我 我对很多事情 我没有办法说我的感觉是什么 我没有结论 我只觉得我认识这些生命 而这些生命在不同的场域当中 他们自己的选择变迁 或者是无所选择 其实都让我觉得 也许有一天真正的一个好的创作者 应该去表达的是这个东西 而不是一个结论 那她今天看她《沙菲女士日记》 她会怎么想 她读她的太阳照在山干河上 她会怎么想 就是每一个阶段的叮铃 其实是这么不一样的 而她到纽约我陪她去 苏珊·桑德克访问她 那她就跟苏珊·桑德克讲 文革的时候她被下放到北大荒 要养鸡 苏珊·桑德克就哭了 就觉得知识分子怎么可以受这样的待遇 可是你知道叮令的回答我真的吓一跳 她说你不要哭啊 我当时养鸡养得好成功 那个存活率最低的鸡都故意给我 就是要折磨她 她都可以把养到存活率到70% 其实我去钱宗书洋将家 是我印象很深 我在楼下门口碰到一个老头子 手上提了几根葱 我不知道他是钱宗书 可是他真是聪明 我在很少看到一个作家 那种聪明才智到那种程度 所以他有一种不逊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太看得起 我跟他聊一些东西 就钱宾寺 钱木 那他就是讲说 那个钱宾寺 他简直是 你知道在钱宗书的口中 永远都是尖刻的 可是最有趣的是杨将 杨将在旁边永远不发言 永远微笑那种优雅 然后讲到钱木 钱宗书刚刚用最尖刻的话讲完 杨将接过去以后 就完全不同 就变成他的散文 就说我当时北上 爸爸不放心 就叫钱木陪我 然后在火车上他一路告诉我 这个地方古代是什么历史 他说我受益很多 那个就是杨将 所以后来很奇怪 我发现杨将在那个之后 我每次读他东西我都感动 就包括他后来最后写到他回忆的几个人 像那个车夫 就是帮他拉车 然后最后倒死掉 然后杨将说每一次我包一点钱给他 我都觉得很愧疚 那我觉得那个是了不起的东西 大概也看到只有一个谦卑的女性 最后会写出这么动人的作品 那我真的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 我身上可能一辈子不会有的东西 不只是年龄 那我只能说我在台湾长大 我是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宠物 因为其实比较起来我太安逸了 我大概只能讲说 我当时被国民党监控 然后在大学被解聘 可是你听到每一个文革的故事 恐怕都比你这个要复杂的更多更多 我觉得问到很哲学性的思辨的时候 字画像的意义会非常不一样 那我觉得东方美学 有些部分要跟西方美学学 就是对自我的一种不宽恕 你真的面对自己诚实勇敢的面对以后 你就感受自己 而那个自己不是一个伪装的 不是一个化妆过的我